那么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非常不好 有一年全国刑事案件犯罪高达五万起 上级领导一看 这不打不行了 严了 我们这个叫做 陈腰军三百夫第一夫下去 就抓了这个一开着开刀呢 抓了藏山那个菜刀队 就团伙大概是五十几个人 全部完了 脑袋天干地 一会儿就把他抓了 全部东岳监督全部把他抓了 当时严打的 确实使社会治安风气为之好转 以我们今天来看持强这个 最多也就是道德上 谴责他一下 不该这么轻率的 罪待自己的这种生活问题 可是当时呢 很大的事 现在南京那抓跳天面舞的 这是集体流氓活动 犯罪 然后一个个口 最后供出池志强 再跑到长直 把池志强抓去 也说前前后就这点事就判了四年 池志强从此失去了自由 为了出狱 他想出了怎样荒唐的办法 他能提前出狱吗 那明星就这么的 习了糊涂进监狱 判了四年 你想那心情能好吗 过去什么样 持强 万人追捧 进了监狱里你就是个犯人 一进里头都想不开呀 天天琢磨怎么能出去 这时候他有个狱友跟他说 你呀装金人病 一装金人病给你保安救医 你就出去了 他还真装金人病 一装装二十来天 人家监狱管教早看透这招 他叫给你 池志强我告诉你 你老实点啊 你别在这穷装 我知你怎么回事 你什么金人病啊你 池志强没招 但这时候 监狱的管教没有放弃他 而是耐心的开导他 说你进了监狱 不等于人生就绝望了 四年说快也快 你好好改造 在监狱里好好干点活干嘛的 争取早日出去 池志强带着一种强烈的 希望重获自由的心理 在监狱里认真真地干活 很努力 结果呢 监狱领导根据他的表现呢 在里边关了大概是不到三年 就给他放出来 这一出来还真不错 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啊 对他还挺好 让他回到厂里啊 干点砸活 说你现在想演电影 那是不可能了 为啥呢 咱也不能让跟监狱犯人 扶行犯人出来 有钱何人演电影啊 不我们也没办法 没法给你安排 那么着吧 你在场里头干点后勤生 可是一个演员总干这个 他不是回事 时间长也难受 等着等着呢 领导还真给他机会 到这个事儿呢 风平浪静以后呢 1987年的时候 长影制片厂的领导 让他去演个电影 天古 这个电影拍摄地点呢 有一部分呢 是搁斗 年轻唐古拉山的 我们说唐古拉山 喊发六千多年 齿子强就上去了 上去了 这我说是高原反应 大家都知道 可不是说谁体格差 谁就造罪 有时候体格好呢 肺活量大的 高原反应还特别强烈 你别看齿强年轻 在那遭了不少罪 硬撑着把这戏拍完 拍了一个礼拜之后 说咱下山吧 回去吧 回去这路上 齿强却自个儿不行了呀 他怎么办 写了封遗书 他说我死以后啊 我还有多少多钱 用来交党费 交团费吧 把这封信呢 他就塞给同伴 给谁了 给李努宾了 说我看你面的事 我可不行 我要死了 你要回去 我要死了 你替我把这封信 交给组织 刘彬把这封信看完 还感动得 鼻涕滑了一把 这是齿强 真是我的 看模范 得向他学习 结果下的山来呢 吃点喝点呢 没两天 齿强缓过来了 生火虎的 所以后来 齿强说我自个儿 可能是 遭点难 反而是我这 还没有什么事 那么接下来的事呢 咱不少朋友都知道 在这个87年88年的时候 在全中国流行的几盘核弹 叫悔恨的泪 铁窗的泪 这样的标题 里边的歌呢 就是我开篇唱的 铁门铁窗铁锁链 这是一个 还有什么 一不该 二不该 十不该 还有什么 关于这个 小偷悔过的 这些事 反而都是 进了监狱以后 悔恨自己的 过去的 这个荒唐的年月 包盒里头 还有 反思赌博的 反正那个 带里头 基本都这类个 铁门铁窗铁锁链 为什么我进了监狱 我要后悔 我出去以后 一定好好的 结果这几盘带 综于大加难 我们那时候呢 我正上高中的 哎呦 这歌天天的 就你没别的可听的 大吉小巷 全是放他的歌 所以那会儿 那会儿说 池志强唱的 哎呦 好 爱听 池志强出狱后 大红大紫 谁是幕后推手 这些歌 是他自己唱的吗 此代如此畅销 池志强 却为何值得到 一千五百元的酬劳呢 那是有些小报纸上 报道池志强 大伙都争着看 好奇啊 大电影明星 偶像帅哥 进监狱了 这回出来了 出了牌带 那么说 这歌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今天负责 跟大伙说 这些歌不是 池志强唱的 你可能一听 我都听了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 不是他唱的 真不是他唱的 这里头 这里头只有念白 我进了监狱 悔恨无比 只有一些念白 是池志强的 这歌根本不太唱 谁唱呢 唱这歌人叫翟慧明 我没有想念 嗓音条件 歌话不错 就是没有机会 没红起来 当时有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叫周亚平 周亚平出过不少好歌 什么《渴望》啊 《妈妈让我再爱你一次》 这都是他出版的歌曲 这个周亚平呢 把这些词弄好了 找到持人场 说我这是有一些监狱犯人 出来以后 反思自己的劳中生活 对过去表示悔恨 可望美好的人听 这些歌你给我录去唱 持强说我不会唱歌 翟慧明说不要紧 不用你唱 我让别人唱 里边念白你念 但他说你能 持强说这哪行 不是我唱的 是我们能行吗 持强就觉得 这不冒名顶替吗 不干 这时候周亚平 你应该很影响 这歌别人唱 哪有你这么大影响力 只有你唱 才有影响力 而且能够影响到 监狱里犯人好好改造 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 不要走上犯罪道路 这对社会多有好处啊 所以我后来想 可也是啊 就同意 就这么这些河带 翟慧明唱完录好了 鼠齿强评 能变大奖难兵 后来是 那河带轻轻松松 卖到六七百万 上千万 河带 卖这么多 吃强不发财了 没有 当年那个时候 也没有这些方便 相关的版权行业 有的地方卖的带 说白的就是盗版 这盗版的 还是经过授权的盗版 就周耀平这公司 往下推的时候呢 你买我个封面 我把这母带给你 你自个翻录去 录完了之后 怕你上市场卖去 给分腰上这样 所以周耀平后来都承认 自个是假唱加盗版的老祖宗 假唱 这不是吃强唱的 翟慧明唱的 这个盗版 他允许下段人 你给我翻录吧 反正我也来不及生产那么多了 就说当时这盒带 火到什么程度 而吃强得了多少呢 据说他得了一千五万钱 没给他多少钱 所以你要觉得吃强 因为这个发了大财 他有点怨恶他 那说到这儿 有的观众朋友好奇 说吃强现在干嘛呢 据说是跟一些人合伙做生意的 这不也五十多 快六十了吗 那么吃强这个事呢 咱们总结起来呀 真是不禁的唏嘘探望 可惜了 如果当年他不进监狱 接着眼带人 那可以说 得相当火 跟现在我们看陈冲张铁林 这一波差不多 你看当年跟他跑龙套的刘斌 现在也火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能怨谁呢 但另外一方面呢 民间有句话说的挺好 叫没有冤枉好人的 就假如你真是本本分分 言语虑己的话 也不至于犯这样的生活作风的错 你哪怕跟那个离婚的女同志好 好也就好 你也不能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就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好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种环境下 认定你是流氓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有的时候啊 这个时代可能会出现很多错误 可能会让很多人成为牺牲品 但是假如你真的结神自豪 你真的老老实实本本分分 那种人在家中做货从天上落的事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说持强身上这些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问题 应该说既有历史原因 同时也有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咱们总结持强